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快乐的时候 愿意和我分享 何孝前慈激大学最后一场 慈成义德感恩典礼于5月17号举行 表彰任满10到25周年 慈成义德爸爸妈妈对于教育的贡献 陪伴是世界上最奢侈的理由 教育之业35年来 因为有各位爸爸妈妈的陪伴 我们的学生在这里面成长 我都不需要说连我们的老师 也透过这样的方式当中 更加认识慈激 也透过这样的方式当中 我们了解到原来 这么多爸爸妈妈 他们的付出 他们无私的奉献 那个爱的力量是什么 所谓慈悲没有敌人 智慧不起烦恼 心宽念存美善人生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近思语 心宽的话就可以包容一切人事物 念存的话我们的心中没有杂染 就不会有烦恼 所有的智慧都是在人事里面去历练出来的 很感谢爸爸妈妈们用你们的人生 智慧跟温暖的大爱来陪伴我们 让我们成长 今年任满25年 慈成义德爸爸妈妈有11位 任满20年的有18位 任满10年的有40位 而创校至今有530位 义德爸妈已经任满10年以上 慈成义德的这样的一个行列 队伍里面感觉10年就是一晃眼 20年也是25年也是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生命的价值 我们发现了人生的 我们还有这么大的意义 可以在校园里面 因为上任给我们的一个 关怀跟陪伴的一个责任 台中词院的笔后部的周一凡主任 他是我那一年代的儿子 他一度就从花词、北词转到中词 这25年来看着他的蜕变 从让学校有一点点小商老金的 这个聪明一学生 到现在非常有承担的大一王 或许那个奖牌只是一个象征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对自己 未来更多的承担跟使命 最好的一个体系 缅怀世圣妈与少妈 坚定且无私奉献的精神 奠定了教育纪业 在全世界当中独一无二的 辞成义德会制度 不管是有25周年、20周年 还是10周年的这些 我们的义德爸爸们 他们永不缺席的承诺 所以生妈讲说 我们有一句永不缺席的承诺 因为这个承诺 才让我们大爱能够共败 也让我们爸爸妈妈的心如肩膀 从新生入学到实习出社会 义德爸妈除了成为一厢学子的后盾 也在无形身教中影响了大学生 用慈悲之心去回馈社会 晚宴总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